良辰及時到大年初一上午11點 台南南昆聲帶天賦尋孤立 向吳甫簽稅宣告 從簽筒中60支簽 抽出今年的國運簽 才收到第二支 就連續支出五個醒筊 國運簽結果出爐 一定可以讓我們很溫宜 國運簽首唐太宗令五妹娘賞花 象徵國運昌隆 民生經濟都會過得更好 是廟坊舉辦國運簽十三年 首次抽到了上上簽 但民俗專家卻有不同解讀 目前看起來日益是非常好 其實意思不是這樣 不然政治上還是各種民間的生活 是貧困艱苦衷 還要遇到春色 春色當時不知道 難怪是戴天府 在2015年抽中的 武則天作天簽師 被解讀神域撤蔡英文 當選總統而爆紅 這次國運簽又出現了五妹娘 有何政治解讀 天機不可泄露 只能靠個人自行參透 而台北大龍東保安宮 則是抽出稅君 神里五谷及海東等四支簽 百頁要復甦了 要往前進了這樣子 等一個月或半個月 等這個風浪漸漸平息的時候 我們再來出發 拓年國運前要大家三四的後行 等待時機 而同樣需要好時機的 還有難投子難攻的發財金 覺得自己很幸運 這樣自己健安安安安 然後成交平安 今年改採不定時發放前幕 當年初一抽出身分證目兩碼 數字十一 只要符合身分證後兩碼 那就可以排隊領取 讓信眾在走春時能多一點精細 TVN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